所有的技术动作 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都是肌肉的用力行为 而不是规范的姿势 三把钥匙是追求合理的肌肉用力解决的方法 三把钥匙 哪三把 第一把躯干带动四肢 所谓的合理的技术动作 合理的技术肌肉用力 首先要符合人体的人体的生物力学的用力 人体的生物力学的用力 有一个规律躯干带动四肢 所有的四肢的动作 都是在躯干的带动和引导下实现 第一个躯干带动四肢的这把钥匙 是我们击球的基础用力 我们能把球从球台这面 击到网的那面 首先要用躯干的力量 躯干的动作 以正受攻球为例 躯干是指四肢和头以外的身体部分 正受攻球的时候 引拍 这个时候应该是躯干带动向后引拍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转腰带动引拍 准备迎前击球的时候 躯干带动挥拍 也就是转腰带动挥拍 这就是躯干带动四肢 引拍和挥拍的动作决定了我的基球方向 我们把球放在这 这个球现在是静止了 我的手臂也不会动 看看我的躯干能把球打到什么地方去 引拍 击球 这个是躯干的力量 这个是躯干的力量 引拍 击球 这时候我手臂没有动作 但是我躯干的力量已经做容易求 这就是基础用力 正受攻球容易出现的问题 特别是在启蒙教学出现的问题 我们引拍的时候不是躯干带动 而是手臂 拉动 引拍 击球 这样的手臂 拉动躯干的动作 你引拍就把重心全部放在右腿上 躯干实际上没有向后转动 因此 重心在向左迁移的时候 你在做动作 你往前的力量是不够的 平常会出现问题的动作 来交正手攻球的话 是引拍带动 躯干 重心移到右腿 然后我们在 登地 转腰 蹬 转 重心移到左腿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看看 这个力量是上哪去的 这就不是往前为主 对吧 我把这两个动作对比一下 第一个 躯干带动四肢 先转 带动引拍 再转 带动挥拍 这个球 正好到那个斜线对角 如果我是一下的重心 就移到右腿 是挥拍带动 躯干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站在位置没动 就出现这个情况 然后登地 转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机球方向 用力方向就不一致了 因为你没有用上躯干的力量 你只是用了登地 转移重心的力量 你动力转移重心力量 登地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往前的 要不就往左右 要不就往上 所以第一把钥匙就是要解决你一个基础用力的问题 一个正儿工球的基础用力 对吧 它得往前走 也就是说 你给它一个前进力 它才能够过往吗 这是第一把钥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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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